中的课堂 那我们今天呢 非常的有幸呢 能够邀请到我温哥华 特别好的朋友 那他呢是 他呢是一个 金融的小专家 然后呢 这个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啊 他每期的这个都是要 No.1的那种 那他呢同时呢 又是一个营养学的资深的营养师 那么其他呢 我就不再多讲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从他的 相貌啦 待会的那个谈吐啦 都可以略知一二 那今天呢 我主要邀请他来呢 给我们讲解 就是咖啡排毒的 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么他呢 现在温哥华时间 大概是傍晚的时间 那也应该是礼拜五的一个周末 那所以呢 首先呢 我在这里 也非常非常的荣幸 能够赞用他周末 非常好的时光 来给大家做这样的分享 那首先呢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主葬场 转到我们的Ossio 好谢谢 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景如 那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 也非常感谢景如这一次的邀请 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咖啡排毒和咖啡排毒的有关的原理 那我来讲这个原理的同时呢 那我来给大家放一个短片啊 看这个短片的同时呢 大家也可以尽量去邀请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 也能够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我们来讲的这一堂宝贵的课 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先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个短片 21世纪的今天 随着科技的发展 医疗水平越来越高 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 然而疾病的种类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疾病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30年前我们听到一个糖尿病患者 就像听到癌症一样稀奇 而现在就在我们的周围 癌症患者却比比皆是 30年前 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不足5% 而现在每12秒就有一人因心脑血管病而倒下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形态和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医学统计显示 现代人每天接触的化学性毒物约1180种 女性每日脸上涂的化学物质平均175种 人均每天摄入农药化肥接近200微克 肉类激素150微克 在我国每年死于室内污染的人数约11万 因各类农药化肥中毒的人数超过37万 因肉类激素导致的内分泌紊乱人群接近2000万 人们往往只关注 人是死于癌症心脏病糖尿病还是脑中风 却忽视了藏在疾病背后的隐秘杀手 这些由于生活形态和饮食习惯改变之后 所造成的生活隐患 它们如影随形 无时无刻不再侵袭着你的健康 日常生活中 我们从大米里发现鸡油石辣 从鸡蛋里发现苏丹红 从牛奶里发现三聚情案 从豆腐和腐竹里发现吊白块 从火腿里发现迪迪胃 来自水中的海鲜 用福尔玛林保鲜 用避孕药增肥 在地里长的瓜果蔬菜 用催熟剂催熟 养殖场的家禽 用激素助长 食品污染 空气污染 水污染 在这个毒素航行的时代 没有人能讨论 油脂超标 重金属超标 酸性物质超标 我们人类正快速成为 时代产物的垃圾桶 现代人体内的毒素 以多的使回虫都无法生存 曾经有过鼻烟癌的病人 从鼻孔所流出来的污血 滴在地毯上时 而冒出烟来 就像硫酸 滴在地毯上冒烟的情形一样 还有在德国 有人将糖尿病患者的汗液0.2cc 注射小白鼠皮下 小白鼠40分钟死亡 这说明重病人体内的毒素 很毒 事实上 毒素日积月累 层层沉积 早已形成了危害更大的毒构 就像茶构附着在茶壶壁上一样 牢牢地附着在身体 五脏六腹的细胞上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尼克博士的解剖试验 我们先来看一下肾脏的毒构 这是一个附着很多毒构的肾脏 毒构与肾脏结合得很牢固 很难剥离 我们看一下肾脏的切面 这就是黑色的肾脏毒构 牢牢地附着在肾脏 脏死细胞上 都是一些重金属 药物残留和一些化学性毒物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血管中的情况 看 这是一个被严重堵塞的血管 这些是脱质斑块毒构 这个是微血栓 这些毒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根源 血管壁上的支毒构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 现在15岁以上小孩的血管 大部分已经成为第二种以上情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 血管堵塞的会越来越严重 堵到一定程度就会暴力 那么人体到底有多少毒构呢 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 从不同人体内清理出高达3到25公斤 毒构垃圾 肝脏 胆囊 胆管里能清除0.5到5公斤毒构 氯 铅 拱等重金属 硝酸盐 药毒构等 可清理出0.5公斤至2公斤 各关节部位清除的无机眼泪毒构 最多达到3公斤 肠内毒构1到15公斤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毒构的携带者 日期越累 年龄越大 毒构越多 毒构侵蚀了脏腹 破坏了细胞 阻碍了细胞吸收营养和代谢废物的通道 导致头晕 头痛 神疲乏力 失眠多梦 食欲不振 抵抗力下降等各种亚健康的症状 当今社会 亚健康的人群越来越多 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每个人身上的毒构就像定时炸弹一样 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疾病 就拿心脏来说 毒构堆在心脏里 心脏负担加重 每跳一下就相当于跳了好几下 很多刚过四十的中年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过早的患上心脏病 毒构对人体到底有哪些危害呢 毒构在躯干四肢就会腰疼腿疼全身疼 毒构在肌肉皮肤就会长瘤 长瘡 长血斑 毒构在脏腹就会使五脏发生病变 身体平衡打乱 毒构在血液就会污染血液 引发心脑血管病变 脂肪肝 酒精肝 肝硬化 痛风 动脉硬化 高血脂 高血压 中风 偏瘫 冠心病 心率不齐 胸闷气短 乳腺增生 子宫肌瘤 气管炎 老慢脂 肺气肿 让我们看看这些熟悉的面孔 王军瑶 军瑶集团创始人前斗市长 肠癌去世 享年38岁 张生瑜 北京同仁堂股份前斗市长 心脏病抢救无效 享年39岁 中央新闻联播主持人罗金 淋巴癌去世 享年48岁 林黛玉扮演者陈小旭 乳腺癌去世 享年42岁 影视演员傅彪 肝癌去世 享年42岁 著名孝星 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 心肌梗塞猝死 享年59岁 他抛妻弃子 让家庭残缺 笼罩悲伤阴影 他英年早逝 让父母长辈承受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他在人生巅峰时期 撒手人寰 让苦心经营的事业 岌岌可危 是谁 亮成了这些突如其来的悲剧 究其根源 都是独够惹的祸 如何阻止悲剧的继续 好 大家 排出独够 刻不容缓 好 大家看这个短片 有感觉的呢 给我打个111 好不好 那之后呢 我也会请在座的各位 来做一些分享 或者是来提问题 我们冰块小粥很快的就说有感觉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刚刚在这个中国和这边 我们加拿大华人呢 我们也刚刚过了春节 对不对 大家都吃了很多的东西 知不知道现在的食物是里面含有多少的毒素 含有多少的食物残渣呢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这堂课最重要的呢 是要告诉大家 如何排除身体的毒素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属于自然疗法 大家也都知道 肠道若坏 身体必败 如果你的肠道是非常的不干净的话呢 身体是不可能好的 一个人如果呢 整个皮肤是非常的干净 光亮 有弹性的 那就证明呢 它的这个肠道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 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所做的这个呢 我要做一个免责声明 这个今天我们是作为这个营养学的这样的专业人士 跟大家来分享 这样的一个这个健康的常识和这种自然疗法的方式 但是呢 是不可以取代医生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诊断或者是治疗的 如果你现在或者身边的人有这个癌症的话呢 或者已经是这个癌症的这个中晚期的话呢 还是要去寻求这个医生的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好吧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来讲的这个课题呢 我想要慰问大家 我们是不是可以呢 这个无疾而终 如果认为可以的话呢 打个一 如果认为不可以的朋友呢 打个二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多少人认为我们是可以无疾而终的 因为呢 从我们以前 对不对 我们成几何时呢 身边的人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癌症患者 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 哇 这个人癌症 那个人癌症 大家说是不是 周围的人突然间都因为癌症走了 我这边接触到最小的 已经11岁就已经有了肺癌的晚期 所以呢 这个癌症啊 现在已经不分年龄了 所以说大家 没有人想要就是 在这个 在这个病痛当中 结束生命 对不对 大家都希望能够健健康康 老死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大家认为啊 病和命啊 哪一个比较重要 是治病重要呢 还是治命重要 可能很多人都在想 这什么话 这什么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 治病重要的打一 治命重要的打二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大家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 好 好多人都是说 治命重要 对不对 非常的好 Cassie 黄 还有我们的圆圆姐 都认为治命重要 好 有谁知道什么叫做死亡同意切结书的 有知道的能够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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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屏幕上也可以分享一下 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 死亡同意切结书 其实啊 简单的来说就是 你把自己或者把亲人交给医院和医生 意思就是说医院你怎么治医生 你怎么治死了 跟医院和医生没有关系 有多少人知道呢 对不对 在替亲人签这个死亡同意切结书的时候 把他们送进这个手术室的时候呢 其实你已经把自己和把亲人交给自己的生命 已经交给了医院和医生了 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医界的良心 日本呢 有一位非常这个有名的这个这个学者 叫做靖腾成 他说了 他说了 他写了这本书上面呢 他其实这位医生非常的有名 他行李四十多年 他写了这本书 他其实说 其实有很多的治疗 包括手术都是不必要的 那而且他还在宣传 叫我们不要做多余的治疗 大家在国内 是不是有的时候 一点点小小的问题进了医院变得很大 叫你搁这里搁那里 是不是经常听说 这个呢 我在这里呢 就不做太多的这个这个评判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名医 日本的名医近藤城写的这本书 有机会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好 那我本人呢 是2012年的时候接触到了我们的这个咖啡排毒啊 那我的这个呃老师呢 这个这个这个Daniel老师呢 其实是中港台第一名第一位把这个咖啡排毒呢 介绍到这个这个大陆啊 介绍到香港地区 介绍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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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地区的啊 我非常的有幸2012年来跟他学习啊 啊那我2015年的时候呢我就受邀到这个和那个越南的河内啊我们当时也有这个伙伴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这个越南的华侨在河内啊我就受邀就开始到这个各个地方去做这样的咖啡排毒的演讲啊那1516年呢也是啊被很有幸的被香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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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个啊按理领导人也是邀请到香港的体验馆去做这样的分享啊 那16年啊回到文革华来啊我也是开始啊做这样的咖啡排毒的一个大力的分享啊17年呢也是受邀到深圳啊给不同的这个客户做这样的一个也是咖啡排毒的分享啊17年也是在北京那这个18年呢是呃私人范围的啊有好多的客户啊会邀请我呃到他们的这个会场啊或者到他们的家里给他们的琴盘的好友 做这样的分享啊所以说今天也感谢锦如能够邀请我啊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好大家这个可以都已经知道哈这个罗金哈这个同个年代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哈他其实48岁就已经离开了啊因为癌症啊没有办法控制就已经离开了那王欢啊也是哈去世的时候只有43岁啊那这个我想 我想要问一下大家啊在这里啊大家认为早知道呢比较重要呢还是幸亏比较重要知道早知道重要的打一幸亏的打二啊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对这个呃自己的自身的健康有多关注啊很多人都打早知道比较重要对不对 我个人认为哎我个人认为哎我个人认为哎幸亏比较重要幸亏我哎多吃了这个啊维生素C对不对幸亏我哎几年前做了咖啡排毒是不是啊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哎有一天哎能够知道告诉自己哎呀幸亏我做对了很多的事情好不好 好啊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传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福音的原因啊啊啊幸亏啊相信多一次机会呢早知道幸亏啊其实你看看这个比例上来说啊其实很多人啊啊啊是是是已经有了问题才啊后悔说早知道啊只有13%的人啊哎他能够拍着胸脯告诉自己 和告诉家人说幸亏我做对了啊希望在座的各位听了今天的讲座以后呢也能够拍着胸脯跟自己和家人说幸亏啊我今天没有了这堂课啊幸亏我学到了这样的一个知识好吗好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下我我们呢其实啊这个这个营养的这样的一个常识哈其实是以前在这个埃及金字塔上其实就已经课了 我们人类的哈这个摄取呢四分之一的食物呢是维持生命的剩下的四分之三是干嘛呢是在维持医生们的这样的一个生计对吧所以说从以前埃及金字塔的那个年代哈已经是说了知道了哎为什么一生那么有钱是因为啊我们人类哈四分之三的这样的一个都在去维持医生们的生计所以医生在全世界范围内啊 都是有钱的啊好那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我们接触营养接触保养啊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呢是要让自己呢有保养就老样子啊最不希望的就是说没有保养样子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明星其实都同龄同框的他们是不是看上去呢是不是有点啊有点感觉啊啊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个同龄人啊看上去这个 这感觉好像挺大的好像不是同龄人啊大家看一下第二章对不对特别是我当时看到这个40岁的郭德纲跟40岁的林志颖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像两代人啊啊啊所以说呢真的没有保养的话呢啊真的样子就就就就就自己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能够排除这些毒素哎有一天自己照着镜子也能告诉自己哎呀我真的是像妖精一样的啊是不是妖精就是说 哎不会老对不对大家看一下这个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私情高娃和六同样的62岁的刘这个刘晓庆啊他们的区别还有刘德华跟这个范围的区别是吧啊所以说呢啊学好营养的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能够让你呢啊这个这个永远都是妖精啊而不是啊站出来呢自己都能吓一跳的妖怪啊不好意思啊大家就是跟大家说个笑话啊 好了我想要问一下呢这个干扰身体不平衡的四大因素呢有谁知道呢是这四大因素啊有没有人能够分享一下这四大因素呢哪一个最毒啊脂肪粘液毒素和压力其实这些都是跟干扰我们的身体不平衡的四大因素就导致我们生病啊 生癌症的这样的四大因素大家认为哪一个最毒啊认为第一个的就打一第二个打二第三个打三第四个打四我看一下让大家啊我们互动一下哪一个大家认为是最毒啊有人说压力啊啊毒素最毒对不对非常好啊谢谢大家的互动啊其实啊正确答案是 都很毒哈哈1234都很毒但是呢毒在不同的方面哈哈脂肪呢也可以是非常毒年月也可以非常毒所以呢所有我们今天讲的这四种因素都很毒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美国的一个数据1900年的时候每27个人只有一个人患癌症哎2020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五个人里面就有四个人对不对2030年的时候呢几乎是 所有人因为为什么癌细胞其实存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如果我们吃对的东西做对的事情那我们的这个癌细胞呢就会受到抑制就不会泛滥 凡是癌细胞泛滥的人呢哎就产生什么原因呢就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就得到了癌症啊所以说不要说哎呀我身体有癌细胞就很恐怖其实很正常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有癌细胞 只是说我们做对事情吃对东西的时候呢癌细胞是受到抑制的是不容易繁殖的啊好接下来呢啊中国人的压力哈在中国的大家可能比我们在北美的可能要更清楚啊我们在北美还有公费医疗可能好一点啊在国内呢现在如果没有医保啊这些的那真的是对不对最怕的就是生病 为什么一生病呢真的是啊这不能说破产嘛也是要破财大家说是不是啊特别你说是得到了一家人里面有一个人得了癌症是不是全家人的这个整个的小康基本上都泡汤了对吧啊所以说呢中国人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压力就是刚才我讲的四大因素之一所以呢都很毒对不对啊一样的一个人有生病的话呢这个压力就升高了 压力升高体内就不平衡不平衡呢就容易生病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有钱有健康叫什么叫资产啊没钱有健康叫什么难产对不对有钱没健康叫什么叫遗产对吗没钱又没健康那倒霉了你这辈子真的倒霉了为什么叫破产了对吧所以呢这四种产呢我们今天呢可以哎对着这个屏幕我们自己做一个选择啊是不是 你想要怎么样呢啊想要做哪一种产对不对啊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想要有第一种选择对吧有钱有健康才叫资产所以今天呢星期六星期五啊我们都在屏幕面前来学习啊给在座的自己啊给认真学习的自己鼓个涨好吗在屏幕上打个888给自己鼓个涨啊好大家认为呢 这个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到其实呢大家都不知道50%50的机会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学习的目的呢就要防止哎呀这样的一个意外的发生对不对啊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那呃长寿富贵啊这些啊因为现在是新年对不对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今天参加讲座的各位都能够得到屏幕上的这些五福临门啊 再次啊恭喜大家好人生五福临门啊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啊那大家都知道哈在哪里都很重要加拿大也好加拿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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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也好哈这个票子妻子儿子房子车子的位置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有健康啊有健康这些子呢才能够你才能够享受这些子没有健康的话呢这些子呢都是别人的对不对啊好病的两大的这个源头刚刚讲过了 好毒素很多就没有办法代谢刚刚那个短片也看到了对不对啊那个那个那个肠道有多脏那个肝有多可怕是不是其实重要的是在哪里是严重的营养失衡其实在座的在国内呢也很幸运都能够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是不是代表你摄取的营养足够多呢当然不是对不对是因为多的太多少的太少啊所以说呢就很糟糕对不对造成了营养的失衡 那生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毒素积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其实都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营养师学什么呢学远离毒素怎么个远离法呢三种方法主毒解毒和排毒首先你要阻止这些毒素进入身体是不是要吃一些健康的食品啊对不对红肉啊这些啦加工类的产品叫食品少吃 要吃可以看到它原样的我们叫什么叫食物啊而且扭吹来要多吃对不对啊好的营养素要多吃吃进去了呢那怎么办呢就要解毒对不对啊然后呢要排毒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关键的就在跟大家讲如何解毒如何排毒啊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21世纪的黑死病大肠癌 其实大肠癌到今天也还是很恐怖 也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啊在这里我想再问一下大家大肠呢你把它当成是你的下水道还是化粪食啊认为是下水道的打一认为是化粪食的打二 我想看看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肠道是怎么个理解的啊仅如说是下水道啊其实啊我跟大家讲啊要特别注重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有便秘 为什么呢便秘一天啊少活一年啊很多很多的女士朋友们都有便秘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大家上大号的时候呢是多长时间解决 蹦掉下去了多长时间排掉分辨叫做不便秘大家猜一下 好可以在屏幕上打一下啊三分钟呢还是一分钟啊还是三十秒啊 还是多少啊还是多少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几分钟或者几秒啊这样的话才才叫啊这个这个不便秘啊大家知不知道啊正确的答案啊我给大家想说啊哈哈这个我有讲的特别好一秒啊其实啊正确的答案是三秒啊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只要你蹲在马桶上的时间啊从开始用力到最后 然后掉东西掉到马桶里面呢超过三秒对不起叫便秘好大家自己啊回去都自我检测一下好吗啊如果要用很大的力气要蹲的时间更长对不起你的便秘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好那我们趁现在这个机会呢我也邀请我这个呃我们的非常的优秀非常的这个 这个自律的年轻人这个 Will 啊自律的年轻人这个 Will 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做了这个大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咖啡排毒给他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哎感觉或者是感受好吗那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 Will Will 你要解开一下那个 你解开一下那个 � üzerine一下自己 Hello 嘿听得到 可以识 听得到吗 doll 啊 哦 很有啊我我叫 Will 然后呃作了半年的咖啡排毒 呃 一开始的话就是我做咖啡排毒的时候脸上就会有痘痘 那他这个其实就是排毒的表现 然后身体的话最大的感觉就是之前肠胃不太好 然后做了咖啡排毒以后就是 比如说上厕所大号的时候他都会比较通畅 就像他最后面讲的这个之前都是也不能说是便秘 但是就是说上厕所的时间会很久 那一般也是十分钟二十分钟 做完咖啡排毒以后那上厕所的时间 我一般也是就是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够差不多解决 解决这个上厕所的问题会有这个便秘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咖啡排毒在肠道方面的话应该是对人的身体应该是不错的 至少做了半年以后感觉还不错 然后这个痘的话呢 一开始我刚开始做咖啡排毒的时候这个痘爆的特别的多 然后应该说是反应也比较大吧 然后现在已经可能做了半年以后 我这个咖啡排毒这个毒素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痘这个痘也在慢慢的消下去 然后觉得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健康吧 好那回Ozio 好的谢谢我们的Will的分享 你看他那么年轻就已经能够看懂咖啡排毒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 我跟他分享了一次他就已经决定做了 然后他其实肠胃对他的皮肤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出境 他其实本身呢也是挺健康的一个人 只是说有一些些小小的一些问题 通过咖啡排毒 他的感受是什么呢 得到了这个新生 那整个人的感觉也都不一样了 每天呢都很轻松 好那我们今天来再跟大家讲 便秘一天 很多人认为没关系啦 我就便秘不就便秘吗 大家看一下便秘一天 对不起相当于你抽三包烟的毒素 不抽烟的人都知道 一闻到烟味都已经是很难受了 对不对 抽三包烟的毒素 大家想一想 而且你便秘一天 就是通往大肠癌的这个距离呢 又踏进了一步 所以说呢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便秘 这个便秘的话呢 是给人体带来非常多的毒素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十大癌症的死亡排行榜 其实啊 这个我还没来得及去更新 其实去年的数据 男性跟女性呢 这个呢 大肠癌都已经跃居了 第一了 在这个癌症的死亡排行榜里面 已经是第一了 为什么 因为死得很快 以这个毒素的话呢 一进到大肠呢 这个呢 肠到坏死呢 死的是非常的快的 那这个短片呢 我就不太放了在这里啊 十大癌症的杀手呢 这个是一个新闻里面讲的 对吧 大家可以看这个标题就知道了 七分钟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 大肠癌是我们的健康的最大的杀手 刚才前面的那个短片上面就讲了 对不对 你再有钱又怎么样呢 38岁的时候 他就拥有35亿的身家 浙江的这个 这个非常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巨富 也非常天才的一个商人 是不是 他当时病重的时候呢 急急忙忙送到美国去医治 但是神仙也没有办法救他 就是死于肠癌 好 还有你看看这个 YouTube上面的有一个这个节目啊 这个节目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都可以去看啊 那其实啊 告诉大家什么呢 世纪的大骗局就是 其实我们的手术化疗电疗呢 其实是致癌的帮凶 那为什么 其实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一个原因 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手术化疗电疗 就是把这个病灶打开了 本来这个病灶只有在这个地方的 比方说只有在肝上面的 你一做了这个化疗电疗 它就扩散到身体的其他器官了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有一些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 就是这样的 对吧 一做了手术 一做了化疗电疗 很快人也就没有了 那这个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呢 咖啡排毒呢 这个原理啊 其实呢 已经非常久了 大家有看过这本书吗 救命圣经 葛森疗法 这一本书呢 其实1958年就已经是出版了 到今天已经是不下几十万上百万本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想讲的这个肠道排毒法呢 咖啡肠道排毒法 就来自于我们自然疗法之父 葛森博士 葛森博士呢 他是德国的一位移民 他移民到了美国以后呢 就开始做自然疗法的研究 后来他发现咖啡里面的这个咖啡因 棕铝酸 有杀死癌细胞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那他这个功效呢 他其实在他的书里面就有讲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咖啡灌肠治百病替代疗法 重复的讲了是替代疗法 那可以治疗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癌症肝硬化高血压 种种 林林种种的这些问题 我的爸爸也是 在几年前的时候呢 也是高血压 吃了好几年的药 那后来也是咖啡排毒 彻底的把他的高血压给治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多这些医学上 所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比方高血压 比方糖尿病 我们咖啡排毒都能够起到这个替代疗法的作用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咖啡排毒 咖啡灌肠 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就已经用来止痛疗伤 在古代的时候呢 其实呢 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名医 也已经开始把这个咖啡灌肠 作为排毒的用途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癌症协会啊 美国的癌症协会呢 其实早就已经是采用咖啡排毒 作为癌症的替代的治疗方法 就是美国的国家癌症学院 NCI和美国的心脏协会 AHA 其实也是鼓励大家用 葛森的这样的饮食的方案来治疗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葛森灌肠法呢 其实呢从1926年到今天 大家算一算很长的时间了 对吧 那灌肠的功能在哪里呢 其实是提高我们的肠道的健康 增强免疫力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肠道 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 身体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胞 都是在肠道里面产生的 所以说肠道的干净呢 我们的免疫力才能得到保证 第二呢 我们是可以增强通过灌肠 增强我们的肝脏解毒能力 第三呢是可以提升什么呢 我们的新陈代谢 所以说你看一下 你身边的这个人 如果他皮肤非常的亮 如果他身体非常的非常的有活力 如果他的整个的新陈代谢的功能 都非常好的话呢 就说明他的肠道的功能 他的这个肝功能都非常的强大 还有我们的这个和平祖 和平奖的这个得主 史怀哲博士 他其实是一个这个医疗的传教士 大家想想看1952年的时候 获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 那个年代得糖尿病 那个年代得的糖尿病 几乎就跟现在得了大肠癌 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对吧 但是他当时通过了六周的咖啡灌肠 治好了他的糖尿病 他当时活到了93岁 当时在那个年代能够活到93岁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这个是这本我们的葛森治疗 葛森疗法这本书里面 也提到了这个故事 还有我们的宋美玲女士 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不对 宋美玲女士在她65岁的时候 移居美国纽约的长导的时候 就开始做这个长导的排毒 大家也都知道 她在106岁的时候是无疾而终的 当然那个年代 要有她这样的条件的人当然也是不多 那这也是造成她的长寿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安娜王妃 英国的这个王储 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亲身的实践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美国的有一位 她肝肠的肠胃的名医 叫新谷红石 她也专门写了一本书介绍咖啡的排毒法 那这个排毒法呢 一本书里面也有很详细的这个介绍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都可以去买来看 买来参考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刚的那个短片也有了 对不对 如果我们的肠道不干净的话呢 这个造成的素变 恶臭 这些排泄物如果都是聚集在身体 身体不可能好的 大家说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应该要排素变 应该要做咖啡排毒这样的人群 大家可以看一下 1到6 我在这里就不重复说了 大家可以把它拍照起来 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否 是应该做咖啡排毒 好吗 那这一看一下 如果你的腰粗肚子很大 这个就根本不用讲了 对不对 如果你的脸色非常的灰暗 皮肤无光泽 那就说明了你的这个肝功能和你的肠道 都是属于比较偏低的 这样的一些情况 也是需要做排泄毒了 那这个是一些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做咖啡排毒以后得到了好转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同的人他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不对 包括大肠癌二期后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坚持做两个疗程一个疗程是六个三个月 两个疗程是六个月 那这个是另外一位朋友的80岁的父亲 医生也是坚决反对 但是他是相信了他的儿子 然后来做的 然后也是改善了这个高血压 戒掉了这个高血压 然后呢 这个身体的这个功能啊 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那是他本人的一个分享 对吧 解决了便秘的问题了 解决了三高的问题了 肾功能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这位叫John的这样的一位 蒋先生 肝胆的管呢 肝胆管呢 堵塞了 做了七次手术 胆红素呢 是高达199 正常人的这个这个范围是50到60 他高达199 然后呢 他做了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咖啡灌肠 这个胆红素呢 就恢复到56了 所以说呢 这一些呢 都是一些 你看上去都会觉得很惊讶的一些数据 那你看这个老人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脚的敏感的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是湿疹啊 敏感啊 这个在医药方面呢 医学方面呢 基本上是比较难解决的 但是我们在营养学方面呢 其实呢 这些都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包括痛风 暗疮 挫骨神经痛啊 都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 那这个是我本人啊 做咖啡排毒之前和之后的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仅仅做了一个月 2012年的时候啊 做了一个月的时候的比较啊 这个都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一个改变啊 自己的一个一个一个前后的一个改变啊 都是得到了健康上面啊 透过咖啡排毒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啊 那这个呢 就是我爸爸也是啊 这个除了解决了他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啊 他的静脉曲张啊 那个时候也是复发了 后来我教他一天做两次啊 早上咖啡晚上羊柑橘啊 结果就解决了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那还有一些这个皮肤的一些问题啊 皮肤的一些问题呢 那我要这边有请我非常钦佩的 我们的一位这个投资界的一位我的我的前辈啊 也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圆圆姐来给我们现场做一个分享好不好 那我们掌声巴巴巴巴啊 把掌花刷起来来欢迎我们的圆圆姐来做一个 简短的他自己的一个分享好吗 好有请圆圆姐 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可以吗 我是圆圆啊 我的问题听到了啊 我的问题是我有很严重的牙周病 那么那个时候的专科医生呢 就给我批评一个药物就叫做 他没跟我讲就是说这个对我有好处 那么我就一共吃了前后每一次一共吃了三年三个月 后来呢我整个身体就一塌糊涂 因为他没有跟我讲 那个paraset其实是是是那个antibiotics 那么你知道所有的抗生素最多是一个礼拜到十天 那么我吃了三年三个月 然后身体所有的好的菌肠胃里面的菌 好的菌都没了全都不好的菌 那么身体就发得一塌糊涂了 后来就是因为因为因为欧小是我的同事嘛 他跟我讲的那个Coffee Anima 就是咖啡排毒 那么就我一共因为实在没办法 我那个时候只能听话 我从2018年的1月8号到6月6号 总共做了一共五个月 几乎是每天做 然后同时呢就大量吃那个neutralize的营养 所以因为要要要很多很多好的东西进去你的system 然后你的毒素跟拉锡才能排出来 就是把那个问题搞定了 就是主要因为因为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免疫系统 就是百分之我们的免疫系统 百分之七十都是在我们的肠道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了好的菌的越来越少 不好的菌越来越多 那么中性的菌呢 要是你好的菌多 那个中性的菌就要变好菌 要是你的不好的菌多的话 它就变不好的菌 所以好像一个打仗了一样 那么就算是问题解决了以后 也是要不停的补充好的东西营养进身体里面 因为我们每天其实都有新的毒的 OK 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时间交给欧秀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我们袁远姐 她的分享是不是非常的能够证明一个有智慧的人的选择 对不对 我们再次把鲜花掌声刷起来 谢谢她的分享 对不对 我也非常的高兴 能够透过分享咖啡排毒 能够给她带来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样的话也能够生活比较开心 对不对 一个不健康的人怎么又怎么能够开心呢 大家说是不是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时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刚才就是我们的袁远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她在排毒之前跟排毒之后 10天跟21天的区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多大 到今天 她完全基本上完全都恢复了 所以说咖啡排毒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福音 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也要为自己今天来这里学习再次的感到幸运 对不对 好 我们接下来也在看 咖啡排毒改善皮肤的问题 这里我们有非常多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不对 包括各种各样的错窗 痘痘 大家可以看一下包括年轻人 对不对 排毒前和排毒后 你看看这个脸 简直是不得了 对不对 排完了以后的区别 那排完了以后的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对吧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越南的一个客户 你看一下之前跟之后的一个区别 那还有的就是胆囊的一些手术 包括这个这个里面的一些胆结石 其实我去年也是 也有一些胆结石 医生叫我把胆囊割掉 我也是透过自然疗法能自己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否则的话没有胆的话 你将来就会很容易就被吓死了 对不对 开个玩笑 没有胆的话 你吃任何的油腻的东西都会很难消化的 都会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包括这个腰椎肩盘突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可以透过咖啡排毒来改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些脸上的黑斑 如果你的脸上有各种各样的黑斑 说明肝淤结 说明你的肝功能是低下的 还有大家可以看一下各种各样的红粉 都说明你的肝的解毒的能力 已经是下降了 这个也是对不对 凡是脸上的各种皮肤的问题 我们首先都要归结于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如果你想要素身减肥 这个咖啡排毒都是你不二的选择 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我就带过了 不详细的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减肥减了40磅 7个月减了80磅 对不对 从一个大肥仔变成了一个小帅哥 那原理是什么呢 秘密就是在于咖啡排毒加上大量的营养素 还包括这个小胖哥 对不对 从之前的250磅减到200磅的时候 只花了一个月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各种各样的 你大肚子 然后素身的咖啡排毒都可以帮到你 好了 要跟大家讲一下大肠与肺相表理 对不对 大肠脏 你的肺也是脏 那你的皮肤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吃 怎么吃才能补身体不同的器官 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把它拍照下来 做一个参考 好 这个呢 我们人体新陈代谢表呢 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 在座的各位 对不对 最快的是皮肤 所以说你一做咖啡排毒一个月 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就是皮肤变亮了 皮肤变好了 最难换的是什么呢 是骨头 对吧 骨头是要7年以上 还有所以呢 我们要这个脱胎换骨 要让咖啡排毒起到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作用的话呢 你至少要做两个疗程 你才能够看得到 我真正的效果在哪里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肠 如果病变的话呢 像苦瓜的表面 肠道里面像苦瓜的表皮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恐怖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专家拍下来的这样的一些 有关这个肠道病变的这样的一些图片 吸肉呢 其实大肠的病变是从吸肉开始的 你要是再不管它的话呢 那就会癌变了 那它这个是各种各样的一个阶段 大肠的癌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好那便秘呢 其实就是导致一些问题的最根本的一个根源 一天便秘 这个讲了少活十年了 所以说便秘呢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希望在座的各位呢 都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当汉代的免疫王冲那个时候就已经讲了 那么早以前就在就已经说了 若要长生啊 就是长中要长青 对不对 若要不死呢 长中就要无死 对吧 都已经已经告诉了大家 这个我们一定要保持肠道的卫生 为什么长道的卫生这么重要呢 这里跟大家也讲了 长道是我们人体最强大的免疫器官 有七成以上的免疫细胞都集中在长道 所以你便秘 所以你长道都是素变 免疫细胞就没有办法制造 没有办法再生 对不对 还有七成以上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A 也是有长道制造的 你里面都塞满了素变 都产生了病变 请问他又如何能够制造 这个人体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免疫细胞 和我们的免疫球蛋白A呢 对不对 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好的长道制造70%的免疫球蛋白A 免疫球蛋白A呢 是在干嘛用的呢 一旦有我们的这个细菌进入 侵入我们的这个人体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掉兵前将了 来排除侵入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菌 没有的话呢 那就不得了了 这个是我们的免疫球蛋白A 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线 那肠胃道呢 还是我们第二个大脑 为什么呢 90%的血清素都是由我们的肠道细胞生产的 大家想想看多重要对不对 如果你都塞满了粪便 如果你都是便秘的话呢 这个血清素从哪里生产呢 根本就没有办法生产 对不对 还有我们一亿以上的神经细胞 都分布在肠胃道 仅次于大脑 大家看了是不是很令人惊讶 是不是 所以一个常年素变的人呢 他其实呢 整个脑子是不清醒的 一个清醒的人呢 他呢 身体一定是干净的 肠道分泌的各种荷尔蒙 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大小器官 包括我们的大脑 所以说一个头脑敏捷反应敏捷的人呢 他的肠道呢 必定是要干净的 好了 讲了这么多 现在讲为什么要用咖啡来灌肠 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咖啡里面呢 有两种因素 一种叫咖啡醇卵质酸盐 另外一种叫咖啡豆醇卵质酸盐 前者呢 是可以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 达到6.5倍 咖啡豆醇卵质酸盐呢 是可以让我们的解毒的效率高7倍 而且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体内的GST是我们的骨光肝钛的含量高达7倍 抗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呢 堪称是不得了 是可以呢等于我们作为血液的透析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葛生博士的这本书上讲的 其实这个咖啡灌肠的这个原理啊就是呢 透过这个咖啡进到呢 通过我们的肝门进脉 进到我们的肝 让我们的胆质被稀释 对不对 然后呢强化我们的骨光肝钛 同时把血清中的多余的 有毒的 自有机的酵素呢 排出去 很多人会跟我讲啦 哎呦 我平时都喝很多咖啡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喝咖啡 喝咖啡灌肠的根本的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喝咖啡呢 能不能够去到我们的肝呢 哎是不是就很难 因为他要经过肖肠静脉啊 然后呢经过心脏啊动脉啊之类的啊 才会被吸收 其实是刺激我们的胃壁 对不对 大家再看一下右边的咖啡灌肠是直接 第一条直接杀死哪里啊 直肠中的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坏菌 所以能够导 让我们的这个直肠中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这个菌群啊 保持健康 把坏菌杀死了 是不是好菌就更容易的去滋养啊 对吧 还有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一条好处呢 一次的咖啡排毒 其实不是排速变 而是相当于做一次的血液的透析 大家知道血液透析有多么重要吗 它还可以加强我们的肝的这样的一个解毒的机能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所以它的好处啊是不得了的多啊 我们之后呢还可以我们请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之后也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好分享他做咖啡排毒之后的一些感觉啊 那我们今天你看再讲一下 这个咖啡排毒一共是做15分钟 平均15分钟 为什么是15分钟呢 因为呢每3分钟呢 我们的身体的血液会通过肝脏一次 15分钟等于给身体做多少 做5次的血液的透析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血液其实非常的不干净的 对吧 那如果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的话呢 就会唤醒我们身体里面的癌细胞了 很多的癌细胞本来是在那边沉睡当中的 结果你的毒素太多了 结果就把它唤醒了 对吧 还有呢我们熟知的这些慢性的这些疾病啊 包括痛风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 这一类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血液不干净造成的 特别是酸性的体质的人 特别是你喜欢大吃大喝 就是我们叫做以肉类的这些食物作为主食的人呢 这一类人呢 其实呢要给自己要有一个警醒了 要特别注意 因为你的血液很容易不干净 容易唤醒你身体里面的癌细胞 好了这个咖啡的这个救命的这样的一个灌肠的这个道理啊 这个我们的葛森博士的书上面也是有的啊 降低血清毒素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啊 降低血清毒素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就知道了对吧 那咖啡灌肠呢等于就是把我们的咖啡通过我们的直肠 我们直肠进去10到15厘米的地方 大家看到那个蓝色的血管吗 那个就是我们的肝门经脉啊 咖啡就是通过肝门经脉进到肝对不对啊 进到肝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进到肝 然后呢帮助肝解毒把肝脏里面的这些毒素呢 就把它排出去 同一个时间呢 其实就可以把我们降结肠以下的这一段的宿便呢都带走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食物啊 在我们的体内啊这样的一个通过消化吸收啊 最后排出去需要多长时间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猜一下啊 5小时啊10小时啊24小时啊多长时间大家知不知道啊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完成完成整个过程啊 差不多是要72到96个小时啊 所以说呢这一类的到了我们的大肠都已经算是宿便了 对吧 如果这个宿便停留在体内的时间越长啊 造成这个啊便秘的机会也就越大啊 所以说咖啡排毒的另外一个附带的功能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降结肠以下的宿便啊 尽早的把它排出体外啊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已经长了啊 通过这个图能够分析对不对 血液每三分钟经过干上一次啊 那我们的咖啡呢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讲清楚啊 不可以用星巴克的咖啡也不可以用麦当劳的咖啡啊 也不可以用普通咖啡厅的咖啡一定要有专门的咖啡啊 第一是一定要有有机的第二是Arabica的这样的咖啡才可以用 第三是要轻度到中度烘焙的啊 中度以上烘焙的咖啡呢就不能再用了 为什么因为它中旅游的含量太高了 不适合这个再来啊做咖啡排毒了啊 所以说你要做咖啡排毒的时候呢 一定要找介绍你的人啊详细的去了解 而不能够随意的啊在淘宝上啊或者某宝啊 或者是某网站上乱买好不好啊 用错了咖啡呢其实呢效果是得极反啊 那我们要准备的包括呢就是专门包水煮水的糊 或者用我们的皇后锅 为什么我们皇后锅的这个缸的密度是非常的紧密的 所以它不会有食物的残渣 再次告诉大家也不能够用自己什么包汤的锅 今天包汤明天再来包咖啡啊一定要分开用好吗啊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那哪一个流感啊 今天COVID是这个新冠全球肆虐对不对啊 咖啡排毒之余呢我们一定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啊 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呢也要靠吃对营养素啊 那这些呢是我们作为营养师的一个建议啊 怎么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好了那咖啡排毒以后呢是不是就不用吃营养素呢啊 一定要的对吧啊 你没有足够的营养素去修补我们身体的器官 那咖啡排毒比没有排更糟糕啊 那还有水呢 所以营养师也是建议啊 不能够用煮过的自来水或者是自来水来煮咖啡 不管你在中国在加拿大啊 在加拿大呢我们的自来水含有很高的二氧化氯 煮了二氧化氯煮了水以后呢 很多人认为啊我把水煮一煮就行了 错啊二氧化氯经过高温就变成三氯甲烷 三氯甲烷的自来氯是二氧化氯的30倍 所以说呢哎我们把自来水煮一煮以后呢 哎呀好多人就开始喝那个煮过的自来水 其实生上来的那个烟就是三氯甲烷啊 那这一篇的报道呢 是来自于纽约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部门啊 的一篇文章已经详细的解释了 只要你的水啊是自来水啊就必定含有氯啊 氯是非常强的自来物好吗啊 所以说呢有一个干净的水源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不对啊 这个图就告诉大家了不要再喝自来水或者是煮过的自来水啊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煮过的自来水都是都是可以喝的 其实不然啊 还有呢我建议大家能够用最好的值得信赖的这样的一个浸水机 去保证啊自己啊摄入体内的这个水是干净的 好吧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中国呢啊你们比我更了解对不对啊 在加拿大呢其实呢温哥华的水很多人认为温哥华哎呦好干净啊 其实温哥华的自来水呢是在整个加拿大来说呢是最差的水值是最差的啊 不同的报纸都已经报道了所以说一定要告诉身边的人不能再喝自来水了 这是我们家厨房用了一年以后换下来的滤芯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不对啊 滤芯贵还是我们的这个肾和我们的干贵啊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啊 我连这个洗澡呢我都有专门的进水机啊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大家都可以去计算一下啊 有的人说买瓶装水啊这个那个呢讲一点大家都知道了 不管现在的人呢其实啊都不差那一点钱差的是什么呢差的是观念啊瓶装水呢里面有很多的塑化剂啊 所以说呢长期去饮用我们的这个瓶装水也是不健康的啊 那你的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啊你不能在一个满是灰尘满是这个甲烷啊各种各样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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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的空气里面去做排毒那也是不行的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在排毒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选择一个啊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可以有效的去除我们的空气里面的各种细菌和病毒 特别是唯一被认证可以过滤掉新冠病毒的空气机对不对啊 现代的人其实我刚才讲了不缺钱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个概念啊好 那我这些就不再讲了就带过啊那大家可以去啊好介绍你们来的这样的朋友去了解啊这个是我们的空气机我们在温哥华也是用这样的空气机啊 我相信在国内大家也是啊我在车上也有空气机对吧啊所以说呢啊这个空气水都很重要如果这两个你都不能保证的话呢做咖啡排毒其实这个意义也不是很大啊那这个咖啡排毒如何做啊我现在是放一个这个短片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啊 来达到让肝脏排毒那这个地方有个好处它会刺激肝脏的解毒物质多6.5倍 这在医学上已经验出来就是提高肝的解毒的效率多6.5倍那也会让胆管张开那排的胆汁比较干净毒素排比较多 再来唯一的好处喝咖啡当然就是哇气氛很好可以提神可以醒脑可以让你延长工作 那灌的话就是帮助肝脏解毒再来避免便秘清除大肠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成分它里面有胭碱酸可以降低脂肪 所以我很多案例有一些检验报告的我都发现他们的血脂肪胆固醇都会掉下来 这里面有一个特殊成分灌了以后会降下来所以在美国目前在咖啡灌肠的研究里面对糖尿病对肝炎对酒精性的肝硬化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为什么要用咖啡呢 为什么要用咖啡对不对 他残忍了 灌肠疗法 这个研究我们在自然医学院里面有用很多东西 就像神龙寺藏百草一样 他有试过很多 但是为什么用咖啡 还有一个你选择 你不能 我要指定什么Espresso Nate Cappuccino 听懂吗 他不在乎口感 不能调任何东西的 因为咖啡的主要的成分 有几个很重要的成分 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就是有咖啡因 咖啡因 第一个改善倦怠还有止痛 那这个原理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其实就有很多医生已经用这个东西在当止痛 因为大战的时候伤兵累累 没有那么多药可以救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记录了 就是用灌肠来止痛 那如果一般我们的 这种高血压型的头痛 或者是一些发炎的状况 其实咖啡因也会改善这些症状 甚至现在目前在研究 对肝癌肝硬化的一些报告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胭碱酸 就是维他命的B3 它可以代谢脂肪跟血脂肪 还有抗发炎的作用 所以用咖啡里面这个胭碱酸 是一个蛮大的关键 再来一个第三个就是绿原酸 那绿原酸可以降血压 可以降泛后的血糖 那对慢性肝炎跟酒精性肝硬化 都有功效 这已经临床上面都有记录 那第四个就是咖啡酸 那咖啡酸帮好很多 就是丹磷酸啊乙酸啊 那这些东西酸可以杀菌 就像刚才那个酸奶一样 所以我们灌到职场里面 把坏菌可以把它抑制跟消除 也很适合三高人群哦 没有错没有错 对好了 既然这么好怎么灌了 我们想一下怎么弄吧 好不好把道具拿上来 现场要演示吗 可以讲一下就是要什么样的咖啡吧 第一个我们咖啡各位 我刚才讲过了不能有选择 你还要加奶加糖 那你为什么要选那么高级的 对就是第一个用有机的咖啡 去磨成咖啡粉 就是好的咖啡 对为什么你要灌进去 好的坏的马上吸收 你不能用不好的成分 这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要直接到你的直肠到干上去的 所以当然要越干净越好 所以有机当然无毒的是最好 那第一个我们就准备10克 就一般的咖啡勺两勺 那家里看你要用煮的或用咖啡机都OK 你也可以用滤子在装好用滚水这样煮也可以 懂吗 那我们在现场使用这个咖啡机就两瓢 大概10克的量 那我们就给它直接开下去煮 那我们现场这里 已经大概差不多已经煮了 煮好了 那就滴漏出来以后 这个咖啡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准备用 因为这是热的 我们要稀释成温的以后才能用 不然会烫气屁 我们这个煮好太热了 所以我们要加一点冷水 稀释 对 就是摸起来 温一些 会舒服一些 可是 这种手感和那个里面的感觉 对吧 这个呢 短片呢 就是大概跟大家介绍了 对吧 怎么样来做 那做的环境呢 要干净了 对吧 大概是要这样的一个干净的一个环境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呢 程序要做对 这个大家也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那你这个温度呢 也不能够太低 也不能够太高 你37度这样子 为准 然后呢 那个 灌藏袋 挂的呢 也不要挂到天花板上去 直接挂在其实门把上就够了 有的 我有的这个客人呢 就挂到了这个门的上面 有的甚至挂到天花板 这个都是 都是错的 那这个环境呢 大家可以因人而异去准备 但是一定要干净 空气要干净 水要干净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特别的一个一个 大家要注意注意的一个因素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些朋友 我们做的情况 有的人就像我有时候出差啊 或者是旅行啊 其实我都是在旅馆里面我都可以做的 为什么啊 因为你出去外面吃的东西呢 其实各种各样的东西很多 我们也是要及时的把它排掉 对不对 有的时候要 要让自己的这个 这个口福啊 得到满足 那也是不得不要去吃一些美食 对不对啊 重要的是怎么把它排出来啊 在这里再跟大家关注一下 再强调一下 要在15分钟内做好啊 第一次做的啊 从600毫升开始做啊 最高不要超过1000毫升 好吗啊 那如果对咖啡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呢 我建议早上起来的时候再做 好不好啊 晚上如果你要晚上做呢 刚开始呢 可以用有机的羊柑橘来排啊 这个比较温和一点 好吗啊 可以不要用 刚开始呢 也头三四天可以用羊柑橘 好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我们必须的营养素啊 我们的这个维生素C啊 B啊 我们的钙镁啊 我们的盖镁啊 对不对 我们把坏的菌排掉 我们是不是要把好的菌再补充回去 啊 修复肠道呢 需要我们的胡萝卜素啊 我们的B啊 C啊 钙镁的蛋白粉啊 这一些呢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如果你不想吃营养素的话呢 就不要排 啊 因为咖啡排毒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是把不好的东西排掉 再把好的东西啊 把它补回来 这样的话能够整肠 能够首先清肠 之后是整肠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修复肠道 修复肠道 你可能不可能 没有营养素 没有这些材料就去修复啊 是不可能的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建议 对吧啊 最少就要这么多啊 多的话呢 是可以的啊 如果你的身体情况呢 比较差的 我上面写的这一个量呢 是可以适当的增加的 因为这个不是药 大家再次记得啊 你这个钙镁 你比方说吃个八片 会不会怎么样啊 不会怎么样啊 会更好 维生素C 我这里建议两颗 你吃四颗行不行啊 当然是可以 对不对啊 所以我作为营养师 这边上面的量 给大家建议的是最基础的量啊 你不要说哎呀我给你讲两颗 你一回家就改成一颗啊 这个是不行的 好吗 那啊 在这里呢 我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这个啊 锦卢邀请我啊 那我现在呢 也把这个棒子再交还给他 让他也做一个分享好不好啊 我知道他也做了咖啡排毒 他也是咖啡排毒 全家人也是咖啡排毒的受益者 好吗 那在这里呢 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啊 这么认真的收听啊 我把主持棒交回给我们的锦卢 谢谢大家 哈喽 非常感谢啊 非常感谢大家是不是收获满满的 对吧 因为奥秀呢 他在咖啡灌场这一块呢 是非常的专业 然后呢 在温哥华的时候 其实他再三跟我讲 我的体质是需要需要做一下这个咖啡灌场 那因为呢在海外的话 我要带那么多小baby的话呢 可能也没有特别方便的时间 那回来之后呢 我自己对这个 葛森的自然疗法呢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后呢 又同时呢 就对这个咖啡灌场也提起精神来了 那所以说呢 我自己也做了这个咖啡灌场 同时呢 我父母啊 都有做咖啡灌场 那因为我爸爸就在我身边 但是呢 他做的次数相当的少 才只有第三次 那先让他作为 刚刚开始来讲 他的一个体会 和他有什么地方是 有明显的这个改善的 爸爸哪个呢 他在肚子里面也比较干净 你要讲普通话 肚子比较舒服 而且呢 这个嘴里面也比较清 干净好像 还有呢 就是身上 这个皮肤上呢 好像有小痘痘出来了 有一点反应出来了 这感到很好啊 就这样啊 谢谢 因为其实我爸爸 我提醒你一下啊 叔叔 你这个非常好的开始 那我也希望你能够认真的做 好吗 那个一个两成三个月 那刚开始呢 我们作为营养师 是建议你每天做 你可以每天早上做 也可以是每天的晚上做 营养素认真的吃 你身上呢 生一些什么小疹子啊 这些都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在做 帮身体做这个排毒 排毒 排毒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那你身上 生这些疹子呢 就是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信号 而这些毒素不断的 在往外排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更要认真的去做 一定要保证每天做 因为你每天做呢 身体的毒素就排得更快 你的人呢 就会感觉更舒服 好吗 叔叔也祝你健康长寿 好吗 好的 谢谢 好的 谢谢 好 那因为我爸爸的 他具体的情况 我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 再来分享 因为他身体的毒素相对来 就比较多一些 因为他的本身自身的原因 然后另外一个 他本身自己的体质 他在看中医的时候 他的肠道是比别人长一点的 对 那我再来讲一下我妈的情况 我妈的情况呢 他其实是静脉曲张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然后呢 就他老人家的话来讲呢 他说他妈也是这样子 她是一种遗传 那反正姑且 他怎么想就怎么想嘛 然后呢 我妈咖啡灌肠 他主要就是针对他的这个高血压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是要去治什么病啊 或者是怎么样 只是因为他一直就是跟我住 目前他带着小baby嘛 跟我住嘛 他我听课的时候他也听课 然后呢 他就对这个高血压的原理 和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药的危害 他是略知一二的 所以说呢 他对自己身体的这个毒素的 想要排出去的这种渴望 也是蛮大的 那然后呢 我们也根本没有再 特别关注他的什么静脉曲张啥的 那然后呢 他的咖啡灌肠 大概现在做了大概有十来次了 十来次之后呢 呃 就是他的 就是 原来的这个 呃 血压的药 已经一颗是已经 已经不行的了 他必须要两颗 那我在想说 如果你一再这样下去 你是不是再往上调啊 就会变成无底洞了 挺吓人的 然后呢 但是他从咖啡灌肠慢慢呢 把这个血压要从两片呢 调整到一片 然后上次血压 呃 就是有应该来讲 要调下来之后 跟之前 还是 就是血压还是一样的 那说明呢 他还是非常有信心 从两颗到一颗 再到半颗 然后再怎么样的一个一个情况 他自己很有信心 然后呢 我我前两天偶然 他把脚那个撩上来发现 这个静脉曲张呢 原来都是骨的青筋爆的那种 可能大家应该平常也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 但是呢 他现在呢 全部都软下来 全部就好像那个 那个那个血管 已经那个松掉了 松掉了一样的 那这个是我我妈的情况 然后呢 呃 就来回到我 回到我的话呢 我大概是惯了 比我妈惯的稍微少一点 大概是接近十次这样 因为其实呢 我平常的饮食啊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都还算蛮讲究的 那 呃 就是 呃 我我记得我大学里的时候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呃 宿舍里所有的人都吃方便面 但是我就不要吃 啊 当然可能这个也天生也有点关系 所以我总体上来讲 我的饮食的这个结构还是偏健康 啊偏健康 当然 因为我的底子是比较弱的啊 我我先天的这个肝呢 是容易受损的 然后呢 我小的时候呢 是体质相当的弱 就得过肺结核啊 得过什么肾育腺炎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而且打针打到屁股上都出坑的那种 所以我总体上来讲 其实我的体质是偏偏差的 而且我的呃 如果命理来讲就是肝脏会比较弱一点 那我呃 呃排的时候 我想说 呃 我自己想想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脏东西吧 但是事实上 事实上 你别看着好像呃 呃就是 身体比较瘦 会不会不像胖的那个 比如说呃 比较脏啊 或者怎么样 其实反而越是瘦 可能他呃 呃 越是积累的脏东西比较多 那排出来的时候 都是像那个呃 一丝一丝黑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宿便也是 也也是蛮蛮大的 然后另外就是我妈在排到第五第六次的时候 呃 我我刚才漏讲了哈 又回到我妈 他在排到第五第六次的时候呢 他就会发现那个马桶的 呃 马桶马桶上面会有浮那个油脂出来 就是呃 呃肚子里面的油脂啊 因为我妈我从五月去年五月份回来之后 我就呃 很想把他的体重再往下调 但是呢呃 好像就是蛮吃力的 就是不太容易调 为什么他又不怎么运动老人家 对吧 在这个呃 生活方式没有做太大改善的情况下 怎么样把体重降下来是个很大的难题 那但是从这个咖啡灌肠之后呢 他的体重明显下来明显下来 然后他现在的体重是一百二十一斤 所以我感觉体重是非非常非常OK的 然后呢他因为呃以前得过那种呃肝脏的叙叙重病啊 那那个年代可能十个人九个人都会有的嘛 就在那样的中国的那种那种环境下面 所以呃 效果都非常都非常的好 呃然后呢 刚才欧修再三的强调就是一定要就是大出一定要大进 那我呢在这儿呢也也非常提醒大家 一定要大进大出 这是最完美的一种状况 因为当你的毒素出去之后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营养素去修复的话 你的身体会呃 呃我觉得就是应该讲是非常的疲累的那种 而且如果你没有这种好的东西进去的话 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去做 因为这样的反而呃呃 你你你你你因为我我们不太知道你的这个身体 他在大量的破坏就是白出排除体呃呃 毒素之后没有大的进入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吧 然后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呃 格森博士的那本书里面 他也非常非常强调这个大进大出 对啊 然后呢从这个逻辑的原理来讲 也是非常客观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 你要去修复你身体的器官 就像一个汽车 你零部阶坏了 你到车汽修厂去修 你肯定得要有材料啊 你就说哎呀我现在轮胎坏了 我也没有好的轮胎给你装上 那这个咋怎么行呢 对吧肯定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人也是一样的 你要去修好它 一定是要用营养素 因为我们吃的饭里面就两种物质 一个就是营养素 一个就是残渣 作为粪便排出体外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 我也是作为咖啡惯肠的一个受益者也好 体验者也好 对吧 再三的这个强调的 再三的强调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好像记得小红她也是有做 小红你要不要也来分享一下 我其实只做了两次 后来因为不太方便 然后我中间就中断了 所以目前的话可能我的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总的一点就是做过了以后就是身体非常轻松 一身轻松 就是那种感觉很爽 嗯嗯 就其他的身体变化可能我没有太多的变化 因为我做的次数太少 对对对 而且而且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第一次排的没有后面两三次的还要多 就是说你第一次就感觉好像排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你做了两三次之后呢 这个肠道好像松掉了一样 就就开始里面垃圾反而比之前还要多 还要多 这样子 嗯 所以我现在准备 就现在开始就是坚持做嘛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特别方便 嗯嗯嗯 好的好的 后面做了再跟大家分享 是的 是的 嗯好的 那呃反正我我二姐他们也都都有做 因为他今天有点事没有在线上 然后呢呃呃呃我我我妈是在看孩子 所以我跟我爸在在线上 那我们基本上呢呃就是今天周六的相约呢 呃差不多到这儿就就就就告一段落了 那在告一段落之前呢 就是在线的所有的伙伴们有什么问题的 可以打开你的麦 呃大家都可以呃呃就是拿出来聊一聊看 呃你有什么样的困惑有什么样的想问的都可以问 那正好呢我们奥秀还在线上也可以问他 哈大家我就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 哈大家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有什么问题的都都可以拿出来问一下啊 呃我问一个问题 好没问题 奥秀在吗 呃我在的请讲 呃我想问一下那个灌肠袋的话 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也看到那个有说过 然后我之前也问过那个姚老师 那个灌肠袋就这样水清洗就ok了吗 还是要用那个酒精呃清洗一下呢 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 那首先呢灌肠袋的这个选择哈 我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建议选择就是比较贵一点的啊 不要说我买个一块钱的或者两块钱的或者是专门是医用的这样的一些啊啊 灌肠袋保证质量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各种的这种塑料啊 可能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的话呢 它的这个质量呢也是一般啊 所以呢在这里首先先提醒大家啊 既然你都想要让自己的身体要健康要排毒啊 所以说从灌肠袋方面呢 要选择一个比较价格是比较适中的啊 价格稍微高一点的 还有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啊 放入直肠的那一段呢 尽量选择那种就是啊 我们婴儿的奶嘴的材质的那样的 那样的一个一个头会比较好啊 因为我发现了那个在这个网上购买的很多的这个灌肠袋 用那个硬的塑料 所以呢一下子放进去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不舒适啊 所以说这个呢是要提醒大家的 还有清洗的时候呢 我是建议大家呢 用我们的这个啊 我们的安利的洗手液啊 我不知道国内的洗手液是怎么样的啊 洗手液里面呢 它可以99.99%的杀菌 最好呢把它泡一下啊 泡个十分钟五分钟泡一下 然后呢洗干净 晾在通风的啊 比较干净的环境中啊 这样的话呢是保证我们的这个灌肠袋 清洁的最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 那酒精的话呢 你说可不可以用呢 可以稀释了以后稍微啊 泡一下 然后再把它洗干净是可以的啊 但是不要说泡的太长的时间 可能你那个酒精又没有稀释 哎到时候接触到我们的这个这个肠道 可能会引起不适啊 所以说这个呢是可能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一点好不好 尽量把这些东西就是啊 比较卫生的去去去清洗然后去保存 好吧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嗯 好的谢谢 清楚了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好 我来问提个问题啊 好的 嗯 这个有朋友有问说有他有痔疮 说他们不能做 嗯 哎不好意思没有听到 就是他有痔疮 痔疮 嗯 好的 那是有痔疮想要怎么样呢 就想要做呢 还是有担忧呢 还是怎样 嗯 想做 就是他觉得有痔疮会不会有疑 OK 好 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的好啊 我身边呢有一些朋友是有痔疮的 然后呢 做了以后呢 也是改善非常大 但是呢 这个痔疮患者啊 特别要注意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 那个那个管子 那个管子特别的重要 啊 我们在北美呢有专门的很细的那种管子 那种管子呢 他第一是用婴儿的奶嘴的材质制造的 然后他比普通的管子更细 那这样的话呢 哎 塞进去的时候呢 他不会有那种那种痛的感觉 不会刺激到这个痔 啊 那尽量去选择这样的比较细的管 同时呢哎 这个润滑要做的好 你不能就是直接用普通的管直接捅进去 那肯定是很痛的 可能会造成流血啊 痔疮痔的破裂啊 所以说呢 要第一要注意润滑 第二的话呢 这个管子要选择的是啊好一点的啊 这种奶嘴 婴儿奶嘴的这个材质 然后细一点的 然后轻轻的这样子去做啊 那那个痔疮的患者呢 我更要的建议一定要去做啊 做了以后呢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反正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你在医学上的话呢 要不然你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内治还是外治还是混合治 那总之痔疮要治疗都是不容易的 对吧 你就是通过手术的话都是很痛的啊 咖啡排毒呢 我见过呢 我们在香港的这个伙伴 还有包括我们在温哥华的伙伴 连续做了三个月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改善啊 基本上呢 啊都好的七七八八了啊 当然要配合营养素 好吗 非常的建议你去用对的方式去做我们的这个咖啡排毒 希望能够帮到你 谢谢谢谢 不客气 那个我我我妈和我其实都是有痔疮的 但是但是我们不存在这个 就是这这个这个因为我们用的就像奥秀讲讲的这个材质很重要 然后好像我们也没有不舒服 嗯没有没有没有不舒服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呃今天在会议室的好朋友有问题的尽管问啊 然后呃我是有买这本书的 所以说太棒了 我们可以再对如果说有有需要的什么的就是说嗯 因为做目前来讲在国内我们姚老师有做小红在做 然后我也有在做嗯 那么对于我们市场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自己个体去能能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奥斯给我们的分享 因为我们平常的话一些信息是比较零散 那今天的话是非常的系统呃 嗯非常感谢不客气不客气非常高兴 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 嗯嗯好的也谢谢姚老师 嗯那我想可能未来有一些呃情况的话 我们还会做一些呃就是咨询或者说沟通 我们可能会再次需要到你感谢 不客气不客气 我们可以通过锦炉 我们可以建一个这个群啊 啊那可以把身边的这个呃正在做的 或者想做的或者是正在观望的伙伴呢 我们可以放在这个群里对吧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那那我看到了我都会及时的给大家啊 啊来答疑 好不好好希望能够啊 在最快的时间内能够帮助到大家 嗯对因为刚好也是春天啊 特别护肝的时候 对那大家也有都有听 我们在国内因为也有听时发文